Android裡面就有Android的元件 因為Android的元件就在畫面上 手機上面 比如說 我要跳出一個 請輸入成績 那上面就會有一個 成績的一個 Test Box 一個文字框 然後等到他輸入完畢按個確定 然後他就會自動秀出結果出來 就有一個互動 所以如果今天要在Java裡面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我秀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 他有個內建的套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套件就是輸入有沒有 請輸入成績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比如說我今天輸入90分 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把結果秀出來在底下 在主控台上面有沒有發現 90分 有沒有 成績是否及格True 如果再Run一下 如果輸入50分 按一個確定 他會出現是否及格是False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增加剛剛看到的這樣的東西該怎麼做 實際上 這個有點像是本來你的電腦裡面 少了一個網路功能 你要去買一個網路卡插上去就好了 實際上這個我講過 有點像軟體零件 他也是在外部去取得一個 可以 秀出這個 這個叫做 J Option Pen 他是一個Panel 他是一個 有點像那個 秀出東西 然後 你輸入之後他會把值丟給 變數裡面儲存 然後再去做後續的判斷 所以這個地方我剛剛多做哪些事情 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主要 這個地方 我先 去把一個 外部的零件 用inport的方式 把它inport進來 那外部有個東西叫做Java X 就是Java X是Java的延伸的一個 類別 那裡面有個叫Swing的東西 Swing的 這個套件 裡面就有個叫 J Option Pen 那他的功能就剛剛那個東西 那怎麼使用呢 就是直接從這邊取得 我把這個地方從頭再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原來 不是這樣子 我就把這個地方 比如說原來是95.5 那這個地方我就必須把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是會變動的 要改這裡 可是我需要一個J Option Pen 那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請各位在上面 最上面的地方打一個inport inport之後 其實很多會自動inport 我想這個要記 inport就是 我從外部去取得一個軟體零件 那個零件的名稱叫做Java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叫做 這個小寫 空一個Java 多一個X X就延伸的套件 點一下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出現一個 就算了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